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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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傻了你们 你谁啊 不记得我了 你谁啊 丁学棋 丁学棋 你们在网上黑的我 说我是幕后的黑手 还记得吗 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你啊 我来给大家出一个主意啊 明天我跟你约嫁 就在旁边的咖啡厅 不是打架 是用嘴辩论 阐明事实真相 拿出一些证据来 挑些精英吧 好吧 口才好的 你到底是哪边呢 我是哪边呢 我用行动告诉你 你必须来 你如果不来的话 就顺便你承认自己是水军了 顶公姬那种 别叨叨 你也得来 丁学棋我跟你素不相识 我真是想帮你 不开 听我说话话 你干什么 我没干什么 走 喂 你干什么呀 快下车 要不然我报警了啊 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 ster染 先进开车 躲个这里吧 没 tea 有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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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了 你要说什么 靳学习先生 你这样让人挺害怕的 我们愿意相信你是善赢的 你要说什么 你赶紧说完好吗 那我就直说了 起初让你母亲拿出那几张照片 来炒作水果稀释的是 一家网络营销公司 这个公司的经理 王勋和你的母亲是朋友 然后发这些照片的IP地址 我给查出来了 是什么呢 这一张 然后 在网上才开始有 恶意攻击你的帖子 那些帖子的源头IP地址 我也查了一下 是什么呢 你也看一下 看一下 然后你们对比一下 这两个IP地址 是不是完全一样 你母亲的这位朋友 诱导和欺骗了你母亲 拿着这些照片出来炒作 然后他们就在网上 开始打死的人肉肉 开始编那些恶意的帖子 去不去你自己考虑吧 我希望能见到你 好 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见面会 也是一个发布会 我还邀请了 两位报社的朋友 他们也想了解一下 事件的全部过程 好 就等会堂 明天见 对 我的 第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画出来吧 画出来 展示一下 再画一个 画谁啊 画出来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今天的重点 这个人 快 我知道他是谁 但我现在不想说出来 我只是想给他保留一点面子 事情点到为止 我不说 我是希望他能离开我 我王小兴 有我自己选择生活的权利 请你不要再纠缠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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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先生 王小姐 请问你和丁学琪先生是什么关系啊 我们 我们是追求者与被追求者的关系 原来是英雄救美啊 уд先生 我是追求者 好 原来是英雄救美啊 没有 对 原来是英雄救美啊 好 对 孝眼 淡定 特别好 嗯 刚才不太好意思 因为我知道 我有点唐突了 说得一些话 也没有 挺好的 因为如果不那样的话 我没有办法 明白明白 对 对 对 那我有 打动你的风情吗 丁先生 谢谢你帮我带出困局 真的 我觉得说这个就暖了 我真心 我去吃饭吧 我 我感谢你 对不起啊 怎么联系 怎么联系 微信 还是留电话 微信 微信好了 微信 好 微信 我扫你 我扫你吧 我 我扫你吧 我扫你吧 好 好 很眼熟 对吗 你怎么会有 剪成照片 对 在很久以前 一个不太愿意 透露姓名的网友 寄给你的 对吧 你知道吗 当时这个网友 一个人独自行走 在戈壁滩上 饿了一天 就在他 马上就要绝望的时候 一个特别美丽的胡扬 树立在他的眼前 没死了 是不是很神奇 那个人是你 后来你不是还把这个照片 用在你那本杂志的 2014年第8735页 你还配上了一个 网络作家的新语 你一直都在盯着我 偷窥我的隐私 没有 我我我我 我是一直在暗中关注 林先生 你让我觉得很恐惧 没有 什么 喂 等一下 我可以死 没问题 但是我希望我能死得明白一点 我到底怎么拧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呀 好 我告诉你我是谁 很久以前我 你是让我觉得一个很害怕 我想起来就毛骨悚然的人 你到底定我有什么目的 我还没说我是谁呢 我是出入你什么开花 我不需要听 喂 等一下 别跟着我 别跟着我 你干嘛呀 你 你怎么会开车啊你 你站着别动 没你事 停轿 你上车 上车 林一斌 你想干嘛 晓晓 那个丁学棋 她帮你又想追求你 肯定是不怀好意 你千万不要上她书片 你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她搞什么鬼 我只希望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赶紧过去 我已经给你留了余地了 你的名字到我嘴边 我都没有说 咱俩能不能互相体谅一下 就像你说的 让这事过去吧 对呀 我也是这意思 这事能过去 只要你回来 只要是你回来 我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 我可以改变一切 那我告诉你 我现在有喜欢的人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有喜欢的人了 谁 你没必要知道